老闆! 今天要介紹什麼機器? 厚!厲害了! 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台叫做 Barzella 這台家用機 講到Barzella真的厲害 為什麼會有義式咖啡機呢? 就是因為Barzella 早在那個年代 1901年 連中華民國都還沒出生的時候 就有這台 Barzella這一個人 發明了一台 蒸氣式的咖啡機 在他發明這個機器之前 都是用家用的 很像摩卡壺那種 機器 那個不叫機器 來煮咖啡 就算是咖啡店也是用摩卡壺 1901年 Barzella發明了一台 用蒸氣把熱水推出來 來煮咖啡的機器 從此之後 風雲變色 好不好 一直一路發展到現在 我們的這種精品咖啡店 這樣 所以 Barzella厲害了 Barzella Barzella 什麼唸我也不知道 Barzella厲害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台家用機 這台家用機呢 還不錯喔 你看喔 一樣就是 小小的啦 然後電源開關 你看他沒有那個波桿 他有三個按鍵 然後前面兩個是有水量設定的喔 這個在家用機上面比較少見 那第三個鍵就是連續充足鍵 一樣蒸氣熱水 放在同一邊 就是有點不對稱的美感 好不好 蒸氣棒 蒸氣棒做的還蠻 蠻粗的喔 然後 法體一樣就是 家用機的規格比較小一點 好 那 沖炮頭的設計 就跟我們之前看的那個 砝麻161就不太一樣了 那 跟那個我們講 那種現代的機器 這個 飽和式沖炮頭也不太一樣 他就是比較 傳統型的 然後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熱交換的 我們來看後面 這個 我們講 161有 熱循環嗎 所以他會有上管跟下管 那你看到這個沖炮頭後面 只有一根管子進去 好 所以他是沒有熱循環的 那他這個溫度怎麼控制呢 不然你的沖炮頭在外面很冷啊 心裡覺得冷 覺得有點空氣取摸 沒有你不要拍我 哈哈哈哈 啊怎麼辦 就是會加這個加熱器 還有一根加熱器在這邊 好 他就會戳照 你看這個 黑色的這個 有沒有 看不到對不對 就是在那裡 好 然後 加熱器呢 就會對這個 欸 沖炮頭加熱 然後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 溫度把握開關嗎 或者是說他是一個溫度控制 就是他是在到達一定溫度 他設定的溫度的時候 他就會 欸 斷電 就不加熱 如果溫度降下來的時候 他就導通 自動復規的一個 控制器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讓這個沖炮頭 保持在一定的溫度範圍裡面 然後另外你就看到 他的欸 他這個電子法 沖炮電子法 還不錯喔 就不像我們上次看到那個 家用機 有沒有 就是比較小顆 那這個就是 營業規格 還不錯 好對 我們上次講那個 大陸機有沒有 他沖炮頭 看起來像是飽兒式的 但他其實 沒有 熱循環也沒有水 所以他用一個 這個 加熱棒 兩塊加熱 兩塊加熱 兩 兩塊加熱片 來加熱這個沖炮頭 那這個不是他獨有的設計 然後我們上次笑他 其實 其實 這個設計是對的啦 因為像這個 BARREA也是這樣做 那其實不 不只在這個 家用機會用到 像這個 上用機也會 像Gagia的這個 Gagia Seiko 他們的機器 在上用機上 也會用到這個設計 好 就是 在沖炮頭裡面 塞這個加熱棒 一樣 就是他沒有熱循環 但是他用加熱棒來 控制這個沖炮頭的溫度 所以我們 笑歸笑 但是有時候還是 就是為了讓大家看這個影片 比較開心一點 好不好 好 然後接下來回來這個機器 他 我們看到 他只有一個鍋爐 然後所以他是熱交換的 那他又沒有熱循環嘛 所以他沒有上管跟下管 所以他的沖炮鍋在這邊 你看到很可愛喔 在這一顆 這一顆 好 他就鎖進去 他的沖炮鍋 就是跟我們上次講那個 Simbari一樣 他是一個有點像子彈型的一個 沖炮鍋 再畫一個子彈在這邊 沖炮鍋 好那一樣就是 邦普來呢 他就把水擠進去 那通常都會擠在這個沖炮鍋的最底部 好 然後他這個連接到沖炮頭的管子呢 在沖炮鍋的上方 好那水擠進來之後呢 擠到最下面嘛 然後就會把這個熱水呢 往上擠 然後再從這個沖炮鍋的上方 擠到我們的沖炮頭 這樣溫度就會 才會是高溫的啊 才不會是一進來的冷水馬上跑到沖炮頭 這樣不行 所以這個設計是這樣 再來看他的這個 進水的這個系統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看起來有一個地方 長得不太一樣 就是這邊 看起來像是後來加的 這個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進水幫浦 他是這種家用器常用這種振動式的幫浦 那振動式的幫浦 他基本上是沒辦法調整他的壓力 輸出的壓力 那 那一般震動式幫浦 可能是到13-15 那這個煮咖啡來講 壓力太高 容易過脆 所以 有些機器他會加一個 那個可以調整的法 那 這台機器呢 很妙啊 這邊 這邊是這個 一般是這個 我們講高壓擴張法 那就是 反正就是高壓力超過某一個值的時候 他可以把這個壓力卸掉的一個裝置 那 這邊有一顆 但是他這一顆是沒有辦法調整那個 卸壓的壓力值 所以說變成說他的輸出還是一樣 全部都跑到沖炮頭上面 所以呢 這邊呢 就有人呢 就把他裝了一個 可以調整這個壓力值的這個 高壓擴張法 裝在這邊 那 壓力超過酒吧的呢 他會從這邊把他排掉 然後實際進到這個沖炮鍋的呢 就只有這個 酒吧 大概酒吧 因為震動式防腐 他是震動嘛 所以他會叮叮叮叮叮叮 你的壓力就這樣叮叮叮叮叮 這樣子 那超過的人 他就會從這邊排掉 那這個設計還不錯啦 就是 可以讓這個沖炮的效果好一些 那這個不知道是誰裝的 那 是不是我們裝的 我們也忘記了 好 那反正就稱讚一下 有可能稱到我們自己這樣 好 然後 然後有什麼要講 好來 我們剛剛講他那個 可以做水量的控制嗎 那 怎麼做水量控制 你要控制水量 一定要知道有多少水經過嗎 所以就有一個流量劑 那流量劑長這個樣子 這一顆 這一顆跟我們一般營業用的這個流量劑不一樣 就是 我們上次講那個LINEAR PB的時候有點到這個流量劑 它就是金屬做銅做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塑膠做的 這一般在家用機或是全自動機會看得到 那就是 讓這個機器 讓這顆電腦知道有多少水經過 那怎麼知道水有多少經過 它水經過的時候裡面有一個磁石 它會旋轉 旋轉之後呢上面有一個線圈 線圈呢就會感應到磁石有一個磁場的變化 它會產生電流 產生電流就會產生POSE 產生POSE之後 它傳送到電腦 它就會產生一個POSE 它就會知道有幾個 該單往耳機 它就知道有多少水經過了 這樣子 有沒有 一氣呵塵 、沒有 哈哈 igual 好吧 就是這樣 反正 U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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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不管啦 反正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該做了我要做到的 就好了 效果好,效果就是可以讓機器知道有多好水經過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看水量倒了沒 然後自己在那邊開 哇我容易懂喔老闆 耶 這樣就對啦 對 好 好 就是還是要讓我有點機會表現一下我的專業嘛 那你之後自己另外做專輯 然後跟我們講你這個體元 整天都是在diss別人而已 人家覺得你 大家愛一下你diss啊 你憑什麼好不好 我要告訴大家一下 欸我還是有點一點點專業技術 雖然我昨天熬夜看了很久 好不好 是這樣 嘿 那這台機器差不多是這樣啦 那一樣夾用機 就 玩具嘛 就這樣 其實也不錯啦 家裡擺一台這個 也是蠻開心的 至少有蒸汽有 有espresso有熱水 對啊 早上煮一杯 這一樣啊 早上煮一杯的時候那個水溫 不會非常的穩定 就是你可能要放放水啊 這樣讓這個 不管是沖泡頭啊 熱水鍋啊 沖泡鍋啊 這個溫度讓它穩定一點再煮咖啡 不然你每天早上那一杯溫度都不太對 就這樣 我沒有滴死人哦 這樣我滴死我自己 好就這樣 訂閱 不對要先按讚好不好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拜拜